上个视频里,东德的人们通过钻铁丝网,跳楼,冲冠,甲证件,横渡,劫持游艇和火车,藏在汽车里,以及走钢丝和滑索逃到西柏林。 这些成功的逃脱,也让东德当局设法将逃亡的漏洞都补上。 他们封了窗户,加强证件检查,降低了栏杆的高度,尤其是将柏林墙改造得越来越坚固。 最终,火灵墙的墙体是三米高的L型高强度火灵土结构,即使重型卡车也很难再将墙撞到。 中间又加了格力地带,安装有摄像头,甚至自动触发的机枪。 即使如此严密的防范,成功认出的事情也继续发生,而且采取的办法也可以说是花样翻新。 影片《间谍桥》中,汤姆汉克斯乘坐乘铁穿越柏林墙,并且目睹了士兵射杀逃亡者的场景。 这个细节是有根据的。 柏林地铁建于1902年,当时根本不会料到后来整个城市会被一分为二。 柏林墙建置后,有两条地铁线是穿越东柏林的。 东德政府允许西德仍然运行这两条线路,只是过站不停车,而东德派人做轨道设施的维护和检查,这样可以赚取可观的外汇。 长期不接待乘客的东德车站,就逐渐变成了鬼站。 1962年3月,霍斯特·穆勒和卡尔穆勒两兄弟想到搭乘穿越东柏林的地铁逃亡。 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共十亿人,用自制的钥匙打开了地面到地铁的入口,往下的通道很深很黑,下到底后,他们就顺着铁道向西柏林的方向走。 并不时回头看后面,不久就来了列车,逃亡的人立刻给司机发信号。 列车紧急停车,停稳后,司机和乘客立刻明白了这些人的想法。 打开车门,十亿人鱼贯爬入车厢,有乘客将外衣脱下,给他们做伪装。 这十亿人也分散到各个车厢,列车重新启动。 当事人后来回忆接下来的时间时说,那是我一生最恐惧的时刻,从上车到西柏林还有五站路的距离, 列车每次进站都要减速,站台上有东德的军人执行。 煎熬了二十多分钟后,列车员走过来,兴奋地宣布,各位,我们成功了。 顿时,整个列车都沸腾了,两兄弟到达西柏林后,投奔了早先逃出来的大哥鲁道夫·穆勒。 鲁道夫的夫人和孩子正在东柏林,因为被严格看管,没有机会和亲人利用这次拦截地铁逃脱。 但是,不久后,三兄弟开始挖地道,营救其他的家人。 1969年10月19日,一架波兰航空公司的苏制伊尔什巴克机,执行华沙到东柏林的飞行。 途中,两个二十多岁青年用两把老式手枪,强迫飞行员将飞机降落到西柏林。 飞行员发出了飞机被劫持的求救信号,一架米格战斗机不久赶过来试图拦截。 战斗机曾一度降低高度,距地仅100米,试图挡在客机前面。 不过,这架载有61名乘客和9名机组的飞机,还是降落在西柏林法国管辖的机场。 法国将两名青年交给了西德当局,三小时后,客机飞回东德。 在边境挖地道逃亡,是最常见的办法。 地道是双向挖,有从西往东挖的,也有从东往西挖的。 地铁逃亡成功的摸了兄弟,是从西往东挖,三兄弟团聚不久,就决定用挖地道的方式来搭救还在东柏林的鲁道夫的妻子和一个8岁,一个5岁的孩子。 因为鲁道夫的逃亡,让家人受到东德当局的歧视和打击。 兄弟三人和一些朋友计划挖的脆道长22米,一开始遇到的是坚硬的水泥,然后是细沙。 他们经过排班,一组四人,每组挖六小时轮流作业。 地道离地面哨所的距离仅两米,干活时非常小心,不敢弄出大的动静。 中途还遇到一次塌方,人被埋在土里,好在及时营救。 最后,经过三个星期的挖掘,地道挖到东柏林预先计划的一座房子里。 鲁道夫从地道里出去,接孩子和夫人,临出地道前,有人递给他一把手枪,以防万一。 当鲁道夫带着两个孩子和夫人回到地道口的房子时,一个东德卫兵走向他们,想进行盘问。 鲁道夫谎称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但士兵仍然怀疑继续靠近。 鲁道夫见识不妙,掏枪射击,打中了卫兵。 少打的士兵听见枪声,开始往这边射击。 鲁道夫带着家人,迅速进屋,钻入地道。 后来有追兵也进入地道,并开枪,幸亏地道的线路不是直的,逃亡的人躲过了子弹。 那个重弹的卫兵,死在了屋外,年仅21岁。 鲁道夫事后也内疚地说,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对我来说是永远的遗憾。 莫勒一家是单打独斗,另一条隧道则是有组织的团队努力, 而也向美国NBC电视的完整记录下来。 1962年4月,三位柏林大学的学生,赛斯塔、斯皮纳和赫歇尔,决定挖一条营救隧道。 三人中有学土木工程的,有学艺术的,是一个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团队组合。 三人告朋友找来市政地下地图,又仔细研究一番。 1962年5月9日半夜,开始行动,开挖的地点选择在一处被二站炸毁的厂房里。 开始是沙土层,可以用电动工具,接近边界后,就非常小心, 他们甚至可以听见地面的人谈话声音,只能用铲子小心地轻轻挖。 参加这个行动的人也越来越多,第一周是八个人,行动都在夜里。 5月19日开始,他们安排三班岛,三人一班挖八小时。 不久,大学暑假开始,陆续参加的大学生多达20亿人,进度加快。 5月底,就挖到了东柏林境内,整个地道的施工都非常讲技术。 地道离地面大约4米,拉起电线,地道的地面铺有木板, 安装结实的支撑架,甚至还有部电话,紧紧联络,整个地道用了木料20吨。 夏季赶上多雨,地道里也变成了泥沼,于是用水泵抽水, 整个6月有三个星期都在排水,没有向前绝境。 开始大家认为是雨水,后来不下雨,也由水关进地道, 雨水将地道的水取样拿到实验室化验,发现是污水, 也就是东德的排污管漏了。 还好,没过几天,东德人开始检查,修补漏水的排污管。 7月份开始,行动小组又派出联系人鲁道夫, 到东柏林通知打算逃亡的人,集合地点。 9月14日,下午5点半开始,逃亡者分批来到地道洞口, 地道全长135米,逃亡者爬行大约10分钟到达西柏林, 其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一个婴儿。 最终,有29人从这条地道逃亡成功, 几天后,地道被水灌满,不能再用。 利用地道逃亡最成功的是,1964年10月5日, 57人从东柏林逃出,也是集体逃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这次逃亡成功的消息,成为西方各大报的头条。 地道自那年4月开始,从西柏林一家烤面包店的地下室开挖, 参加的有35位西柏林的大学生,地道位于地下9米,长150米。 挖掘者之一,当时还是法学院学生的彼得·舒伦堡回忆说, 那时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轮班不分周夜的挖。 最困难的是如何找个理由,让女朋友原谅自己几个月不露面,也不通电话。 逃过来的人都很兴奋,从东柏林到西柏林就几分钟。 当最后逃亡人离开时,东德边防区发现了地道口, 冲进来的士兵和留在地道口帮忙逃亡的人发生冲突。 一位东德士兵身亡,士兵的死有说是逃亡者射杀的, 也有说是被同伴误杀的。 不过,东柏林当局利用士兵的葬礼,做了一场很大的宣传活动, 意在让西德民众出于对生命的珍重,减少对逃亡者的支持。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媒体对57号地道主要的组织者并没有什么报道。 两德统一后,根据解密的档案,发现那名士兵是被同伴误伤致死的。 柏林墙建立的28年间,东西德两边就偷挖了70多条地道, 有成功的,也有被发现的。 秘密警察发现后,就用沙子堵住地道的出入口, 有的逃亡者就被埋在了地下。 有句话说,能够发育伯林墙的人,智慧和勇气一样都不会缺。 彼得、斯特雷斯克和钢特·韦策尔两家的惊险逃亡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 斯特雷斯克是一名电工和前东德空军机械师,韦策尔是一名瓦将, 两人都在一家离边境40多公里的塑料厂工作。 他们都对东德当时讲个政治笑话,都会被送进监狱的压抑气氛, 反感到极点,打算逃亡到西德。 1979年,弘陵墙的边境已经建得非常牢固,用汽车冲关是不可能的。 开始两人想造直升飞机,带着两家八口人逃亡。 很快,发现发动机根本找不到,热气球倒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通过计算,他们得出气球和所有人的重量约为750公斤, 气球需要容纳2000立方米的空气, 由此,所需要的材料量估计为800平方米。 于是,打着做野银帐篷的名义,化整围林,到各地商店买布料。 韦测尔用一台有40年历史的手动封纫机, 花了两个星期,缝制成一个15米宽,20米长的气球型袋子。 斯特雷茨克则负责做吊舱和燃烧器。 1979年7月3日凌晨一点多,经过观察天气和风向, 斯特雷茨克一家先登上气球。 气球上升到离地面2000米的高度, 飞行一段时间后,安全降落下来。 斯特雷茨克不知道具体位置, 直到发现旁边一张被人丢弃的面包包装纸, 才知道还在东德。 很可惜,他们的降落位置离西德还差200米距离。 全家赶紧丢下气球,徒步9个多小时赶回家。 被丢弃的气球一直过了17天才有人报告, 其实有个东德警家曾发现气球, 他是到树林里找蘑菇, 但是担心报告上级, 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独自到边境地带, 干脆来个视而不见。 气球发现后,当局登报寻找昭示者。 两家人觉得事不迟疑, 经过重新计算,将气球体积扩大一倍, 最后直径为20米,高25米, 然后扩大购买铺料的范围。 加班加点,缝制气球的线就有6000米长。 9月16日凌晨2点, 两家八口人登上气球。 刚起飞,一阵风吹歪了气球, 也点燃了周边之物, 两人赶紧用备好的灭火器将火扑灭。 9分钟后,气球上升到离地2000米的高度, 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 飞行了近半个小时。 中间又经历了加热的气瓶多次熄火, 反复重新点火的惊险。 最高时,气球的高度离地2500米, 已经超过了东德探照灯的照射范围。 这次,他们希望飞行的时间和距离都长一些, 确保能飞过边境。 最终,两家人安全着陆在离边境10公里的西德一个农场。 逃亡者看到农场现代化的设备, 立刻断定他们成功了。 这次气球逃亡的事件, 曾两次被搬上荧幕。 利用气球逃亡也有悲剧发生。 33岁的工程师, 温佛里德·科德伯格和妻子秘密做了一个填充天然气的气球。 利用工作支片, 1989年3月7日深夜, 科德伯格在单位给气球充气, 其间被一位临时工发现。 匆忙中, 两人担心气球的气还没有充足, 于是决定让科德伯格先单独起飞。 气球上升后, 因为和原来的计算重量有很大出入, 难以控制, 最后结起坠毁。 科德伯格也当场遇难。 仅仅八个月后, 柏林墙被推倒, 科德伯格也成为柏林墙下遇难的最后一人。 上个视频中, 利用华索逃脱成功的 霍尔格·贝克斯和更早逃出来的 英格·贝克斯, 决定再次借到天空, 将家中最小的弟弟, 伊格伯尔·贝克斯, 从东坡林接出来。 两人先买了超轻型飞机, 自己琢磨学习飞行, 也计划了整个路线。 1989年5月26日, 两架轻型飞机起飞, 一架飞过柏林墙接人, 另一架做观察和拍摄。 他们知道, 东德士兵发现空中目标 并不能立即撤击, 而是需要逐机上报警示。 他们将行动的时间选在凌晨4点, 大半夜的, 而长官逐个叫醒, 就要费很多时间, 利用这个空档来个短平快。 行动开始, 因为能见度很低, 他们通过波瓦机联络, 飞过柏林墙的小飞机, 很顺利地降落到预定的草坪。 降落后, 霍尔格还不忘提醒敌面的伊格伯尔, 上飞机时, 注意避让高速旋展的螺旋架。 接到人后, 小飞机立刻飞回西柏林, 从他们录像视频推算, 整个过程不到27分钟。 三位亲兄弟就在西柏林上空团聚。 坐在下面横穿柏林的壁垒下, 28年中, 至少4万人越过边境, 7万5千人被指控企图越过边境, 一千三百人遇难, 其中140人倒在柏林墙下。 看着三中地空中拍摄的录像, 不禁详取大句歌词, 没有人能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我把歌曲战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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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t生姬的发生姬, 一万一南高的, Toe 条洋 、 叛伦取大句话。 我个人感觉到这个之前。 二千古咱山之员的, 但我再溶达了箱之后, 这个小飞机会是显身的。 一天当作误带战的言之后。 真的抣然出现心,